Hello,大家好,Raiwanです 在这次Version Z的版本更新之后 就新推出了自动战斗系统 这个自动战斗系统一推出 大家对它的期望值当然是能轻松的链连接啦 但是嘛,但是嘛 它的自动战斗系统的AI真的是很残念就是啦 部数嘛,它就是尽可能的选最大 完全是不管前方的小怪有没有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相当的头痛啦 变成我们平时嘛,最好链连接的关卡 也就是我常跟各位介绍的23-8这个关卡来说啦 就非常非常的不适合用自动战斗系统啦 在很多的情况下,它都会直接忽略那些小怪 直接的往前冲,一路冲到底 这边的话我就直接来给大家看看一下吧 这边的话随便带什么角色都好啦 因为想说这一轮我就是开着它的自动移步 自动战斗系统给大家看一看 相信应该是蛮多人自己有用过的啦 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混乱不贪 自动战斗系统的话就是我们打过的关卡 下面就会出现这两个 Map Auto跟Battle Auto这个 只要把它点开它就会自动走路 然后把自动战斗点开它就会自动战斗这样子 像现在这样子,其实它可以点一号来选择的 可是它都是没用 就是一路的往前冲 完全就是不管不顾就对了 然后明明在上边往右转 那边的小怪才会比较多 它却是不会往那边去打的 所以这边一路走下来 只有这个最后一排的杠杆好 是因为全部都是一步一步一步 所以它才打到了第一个战斗 所以想要用自动战斗 自动走地图来打这个 23-8 这个是非常不理智的事情 所以要打这个23-8的话 还是自己造就用手动的比较好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该选什么关卡来打这个连接 或者说练这个连接的话就是一个问题啦 没关系 等打完这个关卡过后 我才会跟大家介绍 其实还是有的 虽然说那个效力来说可能没这么好 但是 对于可以释放双手 不需要一直盯着这个手机 然后一直操作来练连接来的 情况下其实已经是 满满意的啦 等一下 这场打完我就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整场下来 只触手了两次 一个是围观的王 因为他一定会stop这 然后另一个的话就是 就是那个刚刚好 撞大硬撞上去的 首先我是先跟这个 Auto一步先关掉先 这个关卡我相信 网上大家应该是 有些时常在关注情报的人 可能是已经是有 看到或者有发掘到了啦 不过这边也跟大家再介绍多一次吧 那么 就是冒险关卡的第十五关的第二个关卡 Area十五的第二个关卡 先进七圈 这个地方就 这边的话因为我们要用自动战斗的关系 所以队长啊 是不是全体攻击战斗 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就全部放任他自动到完就算了 所以我就带这样子的队伍啦 非常的随便 而且这个关卡其实影响也不大啦 那为什么是这个关卡呢 进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就很简单的 因为这边有很多个关 很多个小怪啦 他都是有写着stop 那么就是说他会强制战斗 不管我们的移动步数有多大 他都是会自动去给他装上去就是了 这个关卡实在是有够多 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打底啦 一二三四五六 再加上尾关是六个 可是因为有些地方 他移步的关系不一定会 可能就是像这边吧 巴达克下面不是还一条路 很多情况他都不会往下面走 所以可能就会缺少到最后一部分 所以五个关 这一关大概是可以撞上五步左右 那么这边我就把那个 自动移步给打开啦 因为这边是非常幸运啦 第一个就是三号嘛 就给他走了 我们这边全自动 全自动 大家看看可以打多少 这边的话 因为消耗体力是比较少 我们一般都是知道啦 消耗体力越多 升连接的激励就越大 这关只有 只消耗十六点的体力 确实是比较少啦 但是因为在自动战斗下 我们可以就是放置到完啦 算是不错啦 这一张是新悟空啦 已经把他给练到L奥啦 之后我会花一点时间来把他给 拿快试用一下 嘿嘿嘿 我也是很期待一下 他的这个实力到底是到了什么 然后在自动战斗上面啊 他的选择就是 选择那一个 赤足的情况就是 可以得到最多气力的 他的选择就是这样子 不论任何的气足啦 是不是跟自己属性相同 总之就是那一排吃下去 获得的数量最多 他就是吃那一边就是这样子 自动战斗就是 这么个样子的 简单又粗暴 OK 连接把他给拉上来 非常的棒 这个这个关卡对于怎么说 如果是低等级的啦 我们就可以丢在这边练 然后高等的话 我相信还是去回23-8练吧 或许是要这样子来安排 可能就是一半走自动 一半手动这样子 有空的时候 我们就手动23-8来练高等级的 平时可能比较没有空的时候 就把这些低等级的 link 比较低的情况 全部丢在这个15-2关 来使用 这边的话是这场战斗 这个关卡的第二场战斗啦 这一轮没有增加到 然后这个 吃到这个云朵的过后 它会去到这一边 直接又是再一个三场 这个也算是运气好啦 如果是没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normal 我们不算这种路上走撞到的啦 现在我们已经是可以确认的就是 两个关卡是必定会撞到的啦 就是等一下这边过后还是会有一个关卡 哇实在是有多帅 这个悟空 老实说新手悟空做到这么帅 来就不 官方 这个不能用全体攻击的角色来自动打 其实是有点遗憾啦 变成效力上面会比较低下 可是我们还是那一季啦 可以解放双手真的是很爽 哈哈哈哈 这一边的话就印度这样给它自动战斗下去吧 因为去手动的话就不能完全撤出来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行动了 OK nice 哎呀这个打猎死我也是忘记把它给reverse回去 这个是固定固定固定一定会遇到的角色是第二关啦 就是第二次了 OK OK 这边的Ford就 不过这边的好处就是 它的 怎么说 嗯 点 点那个弃竹的速度特别快啦 哎 我们还没看清楚它就已经点下去了 哈哈 这个是非常OK的 就是加快了一点点的进度 在这方面我就觉得还不错了 OK 全部都是刺手 我都看不得快开上来的 这一轮算是还比较好运一点 好啦 Sungoku OK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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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第二关 我们接着它会怎么走看一下 反正这一轮就是一只放置了吧 嗯 它会往哪里挖 OK 这边就浪费了一只 那个 那个就是 路径上 这样 步数不对的情况下 就会遇到这种情况了 非常的 让人厌烦 不过自动战斗就是这个样子 好 第三关的固定战斗 如果 就这样子来算啊 它都比我们放在23-8那边好了 23-8大家可能也会看到了 路径上其实还有蛮多小怪的 可是它就是一路往前冲 哈哈 完全不停步啊 直接冲到底 哇实在是 我很喜欢啊 这个 它的 这个 战斗画面 这种打击感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连击的感觉 OK 又是没有提升连接 过来这边的话 是稍微可惜了一点点 OK 这边的话 就 嗯 第四个固定怪鱼 然后这边打完就是看重点啦 它会不会往下走 重点是它会不会往下走 因为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 它好像是不会啦 然后 看木头的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点的话 它自动战斗是不会帮我们点的 所以 欸 不过反正我们在打高关卡的时候 也不会靠着它来自 高难关 高难度关卡也不会靠着这个自动战斗啦 所以其实还OK 好 这个就自动把玩点完 再一次刷 所以基本上就是 这个 一把自动战斗 自动一步打开 它就全自动给它走到完了 非常有效啦 OK 它这边下面那边 它是不会走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路径上没有打到其他的小怪的话 我们至少也是可以 怎么说 至少也是会有五个接触啦 五个怪物可以打到 算起来是还比较不错的啦 因为体力消耗才16.7 可是算下来我们还是可以打到蛮多了 用来练一些连接等级比较低的角色 其实是相当OK啦 尤其是平时是没什么空的时候啊 就是点完了就把它放置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最后再回来看一下 可是自动战斗结束之后啦 它会帮你结算 然后进入这个结算画面过后 我们就需要自己点了 这个有在使用的人一定是知道的啦 那么到这边 一轮的那个自动战斗就结束了 接着我们再重新进来 再来点过 再进入战场 就是这样子 这边虽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它自动选队长啦 可是 当我们在用这自动战斗 跟自动走步的时候 自动刷连结的时候 这倒是很不错啦 它直接帮你随便选 选一个队长 然后放进来 然后直接开始 这个算是不错啦 这边 在这方面的效力是ok的 可是在我们打超难关的时候 我们要点多一下 可能就比较讨厌一点点 妈妈妈 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说 自动战斗怎么来练连结 就是这个关卡啦 15-2 大家记住啦 就是这个关卡 可以解放你的双手 还不错啦 至于其他关卡的话 还就需要等大佬们研究出来啦 要我自己去找的话 我觉得是相当困难啦 真的是佩服那些大佬 真的是很快就会把 怎么用这些关卡 细节全部想出来的 真的是神 这个关卡也不是我自己找出来的 就是 就是 时常在网络上面 溜达 就看到了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想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那么 这一次的视频也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じゃあ またねー 好 好 好 谢谢